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较特殊 我妈三十年补养了一百多个起因 然后我是其中的一个 我小时候我爸在一个草屋里边 看见一个我 我妈回家 发现我身上都是黑青 然后我妈就拿那个热水袋 把我救活的 在此我也要谢谢我的妈妈 我也希望我能帮我妈圆个梦 这是其一 然后第二个是因为 我爸结婚就给我妈买过一条项链 但是我妈因为供我上大学 然后就把项链变卖了 所以我想为我妈而战 用这个猪猛基金为妈妈再买一条项链吗 我妈这些年来又当妈妈又当爸爸的 为着我们 因为我爸爸已经操劳过多 在2004年的时候 因变去世了 在这十五六年来 是我妈一个人把我们服养大 我妈为了养活我们 就每天要出去打工 冬天从来没有休息过 一直在搞家政 踩着高架桥去擦玻璃 然后完了中午的时候都要给别人砸核桃 晚上我妈就基本上不睡觉 因为我的那些弟弟妹妹都特别特别小和咱们缠人的孩子们不一样 基本上这些都是残障儿童 没有自理能力的 我妈每天晚上都要起夜几次 给他们喂奶 然后在我上大学 那时候我妈就说 你不要考虑家里边经济条件 不管你读书还是读博 都给你读 因为读书是唯一的出路 然后我哥 我妈的亲生儿子 他们为了供我上学 他们就都辍学了 每天帮我妈打零工养活我们 因为都是残障儿童 他们都需要那种奶了 我妈为此还买了好多母牛母盐的 因为母盐第一个兔宠儿子 我妈把自己的亲生四儿子送了人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得到政府的一些补助 然后我妈就让我们幸福 因为我们又是效益的 所以又夺效 然后我妈要告诉我们 感谢政府这么多年的培养 也希望我们成为国之动娘 然后来回馈社会 人世间居然有如此了不起的母亲 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 最最热情的掌声 请她上场 你好 慢一点 谢谢大家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you got me like oh yeah i think that we've all had enough sick of dealing with the old plan they know that we're calling them love hey it's too late to try to go contain it